游和酒 节目中很少出现冷场的时候 但最近一期王宝强的一番话 却让他们格外的无语 我在节目刚开始闲聊环节 都在聊广岛的电影 很明显的就是抱着宣传的目的来的 主演都是一些老戏骨 为了电影的流量还请了一个小鲜兽 可以说这个电影还是蛮期待的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气氛是非常好 但后来我们的宝强开口讲话了 让小编都不有自主的感觉 到了满空气的静止 他说去年伯哥刚把剧本给自己的时候 告诉自己里面有三个角色 你看看你比较喜欢演哪个呢 在这个说话过程中 我们的伯哥虽然在笑 但是一直看着宝强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那姐也是比较惊奇的表示 他还可以选角色 可老师的脸也不好看了 在公众场合说 这些话就不合适 那毕竟还有那么演员在一起呢 但他没有感觉到空气的静止 还继续的说这几个我都不适合 别人都惊呆的脸看着他 没想到他会这么说还说到 后来自己才知道 原来里面舍不得放感情戏 所以说拍电影还是当导演好 说实话 小编看完这段视频时 都觉得非常的无语 他说的这些话时非常的官方 笑的却是那么假 说完这些话时 谢纳根和老师都非常无语 不知道怎么去接了 以前不管遇见怎样的冷场 他们都会很快的远回来 但是这次他们觉得 在这个时候 说什么都不合适 估计剧本上是没有的 不过好在海涛及时就场 宝哥 你这个信息量也太大了 这句话救了全场 每个人都看着放松了些 网友们你们觉得 他还是以前的那个他吗 也不知道是他的情商低还是耿直 他又说 不得你来演哪个角色呢 说我演马鸡 我说这马进适合我 我说我来演 这个时候和老师惊讶的 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谢纳更是在一边假笑 很明显说到这里 场面已经很冷了 小编不得不说 一个人的智商跟情商是很重要的 宝哥以后说话还是分点场合